那個應該有看過的幾首 那個剛剛那個戴立剛的媒體的 有看過的幾首 有沒有 有看過嗎 不完全 看了可能聽不懂 看不懂 那一幕就是烏龍 下次就不用烏龍 就叫做 紫潔就好了 解放 解放就好了 他們都覺得 台灣有國格嗎 日本 台灣 其實我們真的很可憐 因為在美國司法院的判決裡面 我們是沒有國籍的人 因為日本放棄了我們的跟蹤 我要簽台北條約的時候 片面的宣布放棄了我們的國籍 我們又被用一個行政院的命令 強迫我們接受中國國籍 這個是 然後後來司法院的判決就是說 我們是處在政治戀意當中 也確實 所以我們在看當中國人對待我們的時候 其實也很正常 因為我常常在想 我們柯文哲不是有提北移植鐵嗎 第一個跳起來的是中國人 我覺得不懂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在台北 流亡在台北 對不對 他們只希望把建設在台北 資源全部放在台北 台灣的任何地方 你光是一個淡水河的整治 可以抵得過全台灣的 河流的整治的經費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有齁 沒有齁 它是一個淡水河的整治是整個 那個南部的預算的總和欸 你們回去去了解一下 對 他預算有到可是我們沒有覺得 很好的 這樣子喔 錢花了很多 倒是真的 我們不是有一次那個 台南啊 高雄屏東的縣市長 不是在抗議嗎 說能不能再給我們600億有沒有 結果你們去了解 一個淡水河的整治可以超過 可以超過他們的總和 對 對 那個是屬於 可能裡面有什麼我們不知道 這個我們可能在那個 板橋就好了 好 好 對啊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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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下次 下次 不過比起我們那邊你們好太多了啦 我們那邊也沒有要求要捷運 只是鐵路快一點而已 就被說我們浪費經費 浪費 我們現在要坐個火車有沒有 像我上個禮拜來 我從我家到這裡要七個小時才到這裡 我住台東啊 住三仙台啊 七個小時 對啊 如果有捷運搭更好了那就太好了 那是不可能嘛對不對 也沒有高鐵就算了啦 高鐵 市秘書長是有那個計畫說 只要執政之後第一個要做的 重大工程就是高鐵先做到台東去啦 對 對啊 對啊 環品那個是執政者要不要做啦 不是環品從來就不是問題 他們要做環品通常都會過啦 對啊 因為你不想做他就叫環品 環保單位來 來來來你們去抗議一下 來我們來繼續看這個 那個 那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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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是 都是 還是那個體制的話 台灣還是沒有希望 那些是 對 那些是 其實 要建設台灣 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我們只要 我們第一個我們不要國防 我們國防經費就可以省下來了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美國人的難處 如果台灣回國際地位正常化的時候 他們會少賺很多錢 但是 平坦 沒有關係 這個沒辦法 因為美國承認他自理當局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美國承認這個 當然 肯定是我們這裡開始 要不然我們來幹嘛 好 我們來繼續看台灣的國際地位 過去 現狀跟未來 這個 中國人 有中國人的立場 他就算沒有法律依據 他們也可以講得出一套道理 就好像開羅宣言跟波茲堂公告 他的位階不是法律 他只是一個 算是一個公報 公報是什麼 公共 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公告一樣 他是一個公告而已 他不是法律 他不像台灣關係法 他是法律 像建交公報 他不是法律 這個問題難倒了我們台灣很多的 師父 學者 博士 教授 要討論台灣 一定要引用 忘國公法 戰爭法 才有可能解決台灣問題 所以還要再加上 這個忘國公法裡面的 佔領不予展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這個就是針對中華民國的問題 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打死也不會承認這個 那我問各位 我想我在這邊講 這個是有 我是有所本的 蔡英文主席 我尊重她主席 對不對 他在選清北市長之前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權 他自己親口講的 這個我們有媒體可以作證 結果就被國民黨的立法委 罵說 你這個 蔡英文怎麼可以講這個話 你搞不好你要選新北市長 你搞不好新北市長選完還要選總統 真的 他講一講 你像是這樣子走了 那奇怪 蔡英文為什麼又要去參選 這個流亡政府的總統 又要參選這個 他選新北市長輸給朱立倫 那現在看名氣可用 又有機會了 又想要選流亡政府的總統 流亡政府不是我們說的 是他自己說的 好 那這句話是不是很矛盾 那其實很多事情大家心裡都知道 心裡知道但是心照不宣 只是說不知道美國的動作 什麼時候會快什麼時候會猛 我們不知道 那還要看美國那邊 美國當局那邊的狀況 好 我們來認識一下台灣 台灣的過去 台灣1895年的馬關條約 台灣的地位變怎麼樣 變成是大日本帝國的 當初是殖民地 後來變成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然後1943年的開羅宣言 1945年的破製黨宣言 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投降宣告 1945年的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 好 這個 這個 蔣介石來到台灣 唯一的法源依據 這個是唯一的法源依據 要不然他是外國 外國應該是在90天內 就近上和平條約生效 他們就要撤走 那因為蔣介石是流亡的性質 所以美國想說 你也沒辦法回去 我們也不願意把你打回去 乾脆就繼續留在台灣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法源一般命令 第一號應該到1952年就要結束了 所以後來是美國用承認的方式 把中華民國留在台灣 我們剛剛講到馬關條約 這個就是 你們看這個條約有什麼想法嗎 這個有沒有竊戰的嫌疑 沒有 因為我讀書的時候 我的老師教我說 我的歷史課本是說 日本竊戰台灣 這個條約寫得明明白白的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我們在簽土地合約的時候 是不是要這樣子 我們可不可以片面取消 可不可以簽完約之後 我不承認可以這樣嗎 不行對不對 不能這樣 那好誰簽走的 有一個這個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特檢 大清帝國清差投誠全權大臣 太子太父文華電大學士 北洋通商大臣之律 總督一等屬於伯傑李鴻章 好長的頭銜 跟他的兒子李金芳 日本士伊藤博文跟路昂中光 很完整對不對 很完整對不對 應該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 好我們再看這個 第二款的第一條 第二款的第一項 中國將管底下開地方之全併 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區工場 一切公共物件 永遠讓於日本 這個不是假的吧 對 那事實上到了 就經商和平條約 美國是希望日本放棄台灣 但是並沒有怎麼樣 割讓出去 這個是完全割讓的 他像 我們待會再看 那個就經商和平條約 我們就很明確了 然後第二個 台灣全島及附屬島嶼 很明確對不對 澎湖列島 附屬島嶼包含什麼 你們知道嗎 附屬島嶼 藍嶼什麼 綠島 龜山島 其實你要看大日本帝國當初 台灣管鄉哪些 可以做為我們的整個附屬島嶼的依據 那時候的釣魚台是誰的 台灣的 還有什麼 新南群島 就是南沙跟西沙 還有東沙 澎湖的東沙 那是屬於澎湖在管的 好 這個為什麼 離台灣最近的島是誰 尹納國島對不對 為什麼尹納國島不能 對我們不能主張 是屬於台灣的 是因為它這個板塊 跟我們的板塊不一樣 這個板塊跟這個板塊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付出境道是 沿著我們的板塊一直到下面 OK 這個部分是中國可以主張的領海 我們再看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章 我們看第一條 日本承認朝鮮的獨立 OK 所以我們台灣如果要變成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必須要有這樣的這種條約 才算數 台灣有一些學者主張 用著名字解的方式 你們認為可行嗎 因為在聯合國的眼裡 台灣還是屬於日本的 大日本帝國的 所以不可能說人家的領土 我們幾個人用民主的方式來決定 比如說你的土地 我們人數比較多 我們用投票的表決 說這個土地誰的 可以嗎 有關領土主權 絕對不可能用這種方式 用那個 聽講 你日本放棄對台灣財務 就是所有的權利 所以我們的想法說 既然放棄所有的權利 就是所有的權利 對如果說你放棄之後 你必須要有給誰 就好像這個 你要過戶 過戶才算完成 沒有過戶不算 因為沒有經過過戶啊 沒有對象 他沒有說給誰 這個是美國 譬如說 我願意放棄這塊土地 我沒有給誰 那土地還是你的 你這樣聽得懂的意思嗎 像我講一個例子就好了 那個文萊 文萊你們知道嗎 原本那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有一天那個葡萊牙就說 我不要 我要放棄文萊這個土地 我不要了 第二天 印尼的軍方直接就進入到文萊的領土裡面 就把它佔領了 佔領了24年 聯合國就說 白人的土地 還給人家 聯合國始終還是承認 這是葡萄牙的地 因為 你必 除非葡萄牙說 要嘛你就不 文萊你自己獨立 要嘛就是我要給印尼 或是要嘛我就給馬來西亞 應該你要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書面的那種條約 類似條約 那種契約 如果沒有的話 他還是保留在那個地位 這樣 可以啦 還是保留在那個地位 並沒有離開 並還沒有離開 不行 還沒有 你還要有一個 沒有給誰 沒有給誰 你要獨立的話 你還是要經過日本的 對 然後承認台灣 對 就像這樣 這個有沒有 我們就少了這個 少了這個 日本承認 對 對 這個部分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古巴的 美國從西班牙的手上 拿到古巴 後來美國最後 那時候古巴的狀況是這樣 一樣跟台灣的狀況一樣 西班牙說我願意放棄 古巴的領土權 但是他沒有說給美國 沒有 他只是說我放棄而已這樣 也沒有嘴巴 也是像這樣子 有那個 但是他沒有指定給誰 後來 然後美國就說 要不然的話 你就變成一個主權獨立的 美國 鼓勵古巴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也就是說 美國是專門在鼓勵一些島國 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像菲律賓也是美國 強迫他們 美國 美國已經沒有 他們對別人的領土沒有意願了 沒有興趣了 他說我們這樣就夠了 因為你多一個領土 你要多養一個 像波多黎克 波多黎克一直想要成為什麼 美國的一州 美國就是不願意 如果說我們獨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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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台灣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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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未來 那個是未來 我們的最終地位 那個叫最終地位 你要讀到 你要買那個律書長的 台灣地位最終論 那邊有答案 那當然是我們的最終的目標 當然 對 但是 對 你一定要看 你不能離開兩個國家 一個美國一個日本 因為美國是佔領者 日本是 所有者 對 美國對日本說 好 這個律定 他要幫忙 就OK了 對 就要討論 還要看我們台灣這邊的狀況 台灣就是地位 還沒有決定的 沒有決定 就金山和平條約也沒有決定台灣的地位 對 沒錯 沒有 沒錯 還是原來的那個位置 對 沒錯 他就 也就是說他放棄他的主張權 他就不能去主張說 台灣要給誰給誰 他這邊不能主張 要看美國 你還要看 因為美國是佔領者 變成說美國跟日本 這個兩個國家 我剛剛不是看到 你們沒有看到歐巴馬跟天皇在一起嗎 這個政治意涵很重要 這個兩個人在一起要幹什麼 你這樣聽得懂嗎 這個叫做主張 但是還沒有過目誰的錢 主張會主張 所以說 台灣還是主張 我講 對對對 我講 現在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對不對 他又不能主張說 讓台灣獨立他不能這樣主張 或者是還給我也不能這樣主張 或者是怎麼樣怎麼樣 對 因為他戰勝國 他征服了台灣對不對 那要美國幫忙 我們才有辦法走到最終的地位 我們現在只能走到正常化而已 先回到1945年的那個台灣 把我們回到1945年的台灣 把我們回到1945年的台灣 重新 重新 然後我們再重新來過這樣 你再這麼有錢 有沒有比那個習近平有錢 我跟你講 習近平 我告訴你 這個故事我告訴你 習近平還沒有接任前就找過天皇了 他就跟日本的官員講過說 你安排跟天皇見面好嗎 日本說我沒有辦法 日本人就告訴習近平說 你去找美國人幫忙 美國人就幫了這個忙 就引見習近平去找天皇 這兩個人最後就見面了 見面之後 習近平就直接跟天皇講 天皇閣下 我們現在中國很有錢了 能不能把台灣賣給我們 日本天皇說 日本天皇說 我們不缺錢 我們也是很有錢 所以大家 我們講不完 我的課會講不完 讓我繼續講下去 我們停在這邊太久了 OK 會更不完 好 那跟台灣有關係的 就近山和平條約裡面 我秀給大家看 第二條 日本放棄 沒有指定收受過 第四條 我們有時間一定要去看 要不然最快的看法就是 去後面買一本 新台灣論 那邊有很多答案 可以參考 這個可以參考 那 第23條 要不然你就上網查 可以查得到 就近山和平條約 沒有一個錯字 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是直接當落下來的 所以應該不會有錯字 有錯字是他們所說不是我學錯 好 那第23條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也就是在 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沒有寫說 中華民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沒有 通通都沒有 再來 第21條 中國 佔或應得的優惠措施 並沒有包括台灣跟澎湖 就是把什麼 滿洲國還給他們 把那些被日本佔領的那些 土地還給他們而已 再來就是26條 日本可以單獨 以未被簽署和平條約之國家 簽訂和平條約 其條件不得超越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規定 這個什麼意思 我們不是有跟日本 中華民國不是有跟日本 簽台北條約 有 有 這個台北條約不能超越 我就有一件事情是 簽署這個條約的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 叫做葉公超 他從台北條約簽完之後 他就回到立法院 立法委員就問他說 請問台灣的地位怎麼了 葉公超就回答說 好在台灣是在我們的控制範圍內 但是因為什麼情勢的變化 讓我們不能擁有台灣 即便日本願意把台灣 割讓給中華民國也不行 這是葉公超的講話 這句話你上危機解密就看得到 他是這麼講的 就算日本願意割給中華民國也不行 為什麼 因為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說 剛剛不是講 日本的主張錢不是被拿掉了 日本放棄你就不能主張說我要給誰 因為這樣會超越舊金山和平條約的規定 聽到我了 好 我們來看 每次你要跟中華民國講 或是中國人談 連中華人民共和國跟台灣完全沒關係 扛給哪一隻 也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喊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是講屆時去談的 跟老共有什麼關係 完全沒關係 他們現在也講開羅宣言 因為他的說法是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繼承者 開羅宣言的目標是 我們要注意喔 朝鮮獨立日本所有殖民地 拓殖地占領地屬地等喔 有沒有寫領土 他們的領土沒有 屬於日本的領土不算對不對 非日本國土性質之領土全部給予解放 比如說像關島 菲律賓被之前被日本佔領的這一些 太平洋的這些島國全部都要被解放 東邊的太平洋那邊的全部解放給美國了 然後台灣叫蔣介石用 蔣那個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 他的唯一的法源依據 來到台灣跟越南 可是越南他們1952年簽署結束之後 生效之後 蔣介石就還給越南了 並沒有繼續佔領了 趙立長他應該是要 應該90天內他就要離開台灣了 沒有 那是因為美國佔領者 希望蔣介石就在台灣 持續做佔領的動作 讓大家知道 然後1945年7月26號的波茲團會議 重申 開羅宣言的內容要被旅行 所以日本主權必須被限制在 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等島 其實這個就是開羅宣言跟波茲團會議的重點 他們擴大解釋 什麼台北條約也沒有說要台灣給中華民國 他們就自己擴大解釋 真正的原意在這裡 因為當初開羅宣言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讓大家報告給大家 中英美嘛 對不對 中國 英國跟美國 羅斯福 丘吉爾跟蔣介石 不是在開羅那邊開會嗎 美國就跟中國講 你們針對日本的領土 你們不能有想要併吞的動作 如果你們有併吞的動作 這個開羅宣言 我們是不會去承認的 所以中華民國想要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是中華民國是違背開羅宣言的精神的 但是他們為什麼喜歡講這都是假議題 搞到現在中國說台灣是他們的核心利益 他不再講說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了 已經不講了 像這次賣軍艦的事情也是這樣啊 台灣是我們的核心利益 也就是說講到台灣 我們就是要談利益 講白的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日本要被限制在這個地方 這條龍像龍對不對 沒有美國跟台灣 這個就變條蟲了 這個是盟軍最高訓令677號 這個是原本的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大日本帝國就這麼大有沒有 連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印尼 快到澳洲了有沒有澳洲上面了 這邊一大堆島全部都是大日本帝國 還有這邊有沒有中國有一部分 這麼大 中南半島有沒有 連越南全部都是 還有東北三島 對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 蠻多 對 是這麼大 現在被 現在這個1972年這個還給日本了嘛 對不對 琉球 可是有一個條件 美國說還給琉球青島還給你們OK啊 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 我要在琉球永久駐軍 所以未來台灣一樣 我們可以尋琉球的模式 琉球當初美國核發什麼 旅行證件 那我們就依據這個方式 請美國也發給台灣人什麼 旅行證件 我們就是在等這個 我們就在等 我們這個 美國人說 只要我們發給你們旅行證件 你們就視同執政了 要不要掌聲鼓勵一下 快了 快了 就在等 就是 那 後來 日本在1972年 那個琉球青島還給日本 條件就是要在琉球永久駐軍 未來一樣 我們如果台灣要自治 就要怎麼樣跟美國談說 好啊 我們的基地給你們弄啊 我們可以省下什麼 國防經費 聰明齁 這個國防經費發給大家 一個月800塊美金多好啊 對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太誇張了 那個 除非我們有 我們有石油 我們有那個話語權的時候就可以了 跟美國說 我們好歹也是地主啊 抽個趴數也好 我們本來把那個年終獎 那個什麼那個老人年金是800 變1200也不錯啊 對不對 快樂 快樂生活 太貪心了 太貪心了 好 這是那個 我們是被佔領了70年嘛 你看喔 以色列人佔領加薩走廊 38年後主動退出 所以這個叫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那事實上 事實上 那個 中國 中國的領土 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這麼大 我們中華民國有沒有 號稱說我們 我們的中華民國號稱有蒙古的土地 我跟你講蒙古從來就沒有被 被中國統治過 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從秦朝 開始 中國的領土是怎麼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注意看喔 來 前漢 有沒有注意看喔 現在在動也對不對 有沒有 這個是蒙古地區了 就北匈奴 有沒有 他們講的漢堂有沒有 漢堂漢也是小小一塊啊 並不包含這裡喔 這裡是 海南國 那個東北九州省這裡 都沒有蒜喔 魏武署嘛 山國了 進入山國了 對 那時候叫鮮卑 因為是福語 就是那個女真 以後來不是被女真 中國也有這麼 這麼大謝八愧的時候 你看 宋 這是宋朝喔 有沒有 宋也是一小塊 這都不是啊 這個都不是 五代了 這邊五代了 對啊 很下面耶 土翻有沒有 連新疆有沒有 都都也不是 那個西藏 那個雲南那一帶 對 唐有沒有 號稱的唐大唐 你看台灣永遠都沒有動喔 一直是這樣喔 對 喔 開始亂了有沒有 開始亂了 開始亂了 對啊 一直有沒有 一直是這樣 北宋 這邊是北宋 你們上網查就好了 讓你們知道一下 你就寫中國的那個地圖 歷代動畫 地圖 歷代動畫 歷代動畫 圓啊 圓最大啦 有沒有 圓草 哇 你看這個吃下來了 到連蘇聯都被他吃掉了 可是台灣他也沒有吃到 圓草沒有吃到 對啊 摩哲東都不想要 對啊 明朝有到 你看像西藏其實根本就可以獨立了 你知道嗎 根本就 都不是他們的 蒙古獨立了嘛 新疆也可以獨立了 你看 清朝 清朝有沒有 對 對 有沒有 對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繼承的 有沒有 大清帝國 一個是大清帝國 有沒有 開始了 被日本 這個是日本吃到的 然後 中華民國有沒有 日本的殖民地 現在中華民國在台灣 在台灣 OK 目前是這樣 中華民國在台灣 對 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上網查都查得到 好 那我們現在是佔領區嘛對不對 其實我們 了解一下我們自己的權利 我們是被保護人 我們的 人生榮譽家庭權利 宗教信仰儀式風俗與習慣 應該被尊重 我們應該是要被保護 要受到人到這個是1949年 第四公約 好 我講重點就好了 好 第49條 佔領地被保護人 或個別集體 強制移送驅逐 或往中佔領過領土 我們 蔣介石曾經想幹這件事情 報告 台灣那時候有將近500多萬人 蔣介石帶了100多萬人來 他想要把我們這500多萬人全部 他想要佔有台灣 對啊 他這邊有沒有 往佔領國的領土或是哪裡啊 或者是他用移民的方式 來去破壞你的整個對土地的地位 好再來 有抗議 有抗議啊 可是他只是嘴巴喊喊而已啊 佔領國必須 因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以變兒童 去辨認他的父母的這登記 所以我們可以拿得到日本時代的那個什麼 戶籍 他們不能把我們毀滅喔 要不然他違反了那個歷史公約 好 佔領國部的強迫保護人在武裝 其實他不能對我們怎麼樣 爭兵啦 強迫我們去幫他 因為他是我們的敵人耶 我們怎麼可以跟敵人效忠 對不對 所以他 蔣介石真的是國際戰犯 可是他掛了 沒辦法把他判刑 有沒有 被保護人不得強迫擔任 彼等所有的軍事行動義務之工作 我們是義務兵 我們還去打823炮戰 對 53條 有沒有 我們的動產或不動產不能去破壞 或者是去怎麼樣搶 所以他幹了太多好事了 他代為佔領啊 對啊 所以美國要負一點責任啊 所以說我們那個 我們的基因12萬的基因是被散掉 不止 不止 所以他們在喊那個南京大屠殺的時候 我們要跳出來講 你們中國人殺我們台灣人 12萬 台灣人有基因狀態嗎 你還要再加上白色恐怖啊 那我幾萬 20幾萬 20幾萬以上 好 這個是重點 大家一定要知道這個事情 日本依據國際法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0點 1945年4月1日 正式將台灣建構編入日本合法國度 為什麼 你知道日本人很守法 日本為 他不是那時候戰爭吃緊不是嗎 他就要開始對島內的人做徵兵 那你要因為如果你佔領了 如果你是你的殖民地或佔領地 你不能去給人家徵兵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編入 我們台灣的領土入到他們的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裡面了 所以我們是完成了對台灣的建構 台灣人民為天皇臣民 參與國政之行動的 這個是確實的 已經 所以我們可以大聲的說 我們是什麼 皇民的什麼 子孫 對不對 不是只有課文者可以喊 我們也可以喊 好 這個就是證據 這個證據在這裡 我們那個 那時候我們也參 我們那個原住民也有參加 高砂族的去參加 打4萬人 結果死了3萬9千100人 在日本禁國神社 如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照理講這些人應該要在哪裡 在忠烈池 台灣人有在忠烈池嗎 你們有看到台灣人有在忠烈池嗎 問題嘛 對不對 怎麼可以在敵人的國家 在那邊被供奉呢 所以你應該正常的 所以台灣人不懂 為什麼我們的祖先會在日本禁國神社 對 沒錯 不多說啦 這個是1950年 其實很早就抗議了 不是只有現在才抗 之前也在抗議 那時候美國不是賣武器或是 美國人現在陸戰隊偷偷進來到台灣 所以剛剛我不是有講嗎 在台灣的美國軍事人員 還沒有公開 我們知道就好了 那美國 中國就告美國說 美國侵略台灣控訴 控告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台灣是國共內戰的延伸 真倒楣 碰到這種 這個蔣政權跟毛政權的爭戰 真的是滿討厭的 那事實上9月29號 聯合國安理會就已經通過 決議中國控訴美國侵略案列入 我們看下面 美國提出也提出中國侵略朝鮮案 辯論於1950年11月30號 終結聯合國安理會 9比1否決了中國控煤案 這什麼意思 台灣不是中國的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是 OK 否決掉了 那個1是蘇聯 這個1 美國620 安理會已經給美國 及台灣原來的住民 614萬的住民一個正式答案 中國對台灣沒有任何主權 都是他們喊喊的 所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什麼 假議題 好 我們來了解一下大日本帝國的 被佔領的狀態 目前喔 目前被佔領的狀態 台灣西沙新南主島北方四島 日本托管的是尖閣諸島 日本托管你們要注意看喔 日本托管 尖閣諸島跟琉球 大韓民國已經獨立了 這兩個獨立了 新日本的 他們的新憲法只能在這個地方 九州四國本州北海道 所以 了解了 了解 OK 好 談台灣的部分 時間不夠了 正精彩的說 好 見過台灣的領土 從1896年到1920年 三地征逃 近20年 應該不止啦 最後一場戰是在1930年 霧社事件 我們那邊是 叫馬陶套事件 叫陳廣澳事件 華蓮那個叫做七角川事件 一樣我們跟日本 我們的祖先跟日本人打了 非常壯烈的那個戰爭 那時候日本說的 中國的台灣是這個 那個大清帝國歌的台灣是這個 跟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大清帝國從來沒有統治過 從來沒有統治過 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當初 大清帝國的漢人屯根區 就是宜蘭 淡水 就這些 然後六個地區 就這些 有一半的台灣 並沒有在大清帝國的殖民 連殖民都沒有 時間到了 到10點嗎 我到10點 下課了怎麼辦 下課了怎麼辦 不是 我在等 還要講嗎 你們要下課了 是嗎 好啦 那我講 我講我們的那邊的故事好了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這個紅毛橋 紅毛橋 這個橋是日本人取的 這是三仙台的附近 荷蘭人曾經到了我們這個地方駐紮 結果後來還是死在沙灘上 阿美族的人 有軍隊 然後 始終 荷蘭人並沒有統治東台灣 進不了聲 進不來 因為那邊 說實在 跟大家報告 我們講 我們熟悉叫原住民 我們在原民政府叫高沙族 我們要用最大的寬容來包容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接受文明不到100年 你們聽得懂嗎 他們以前是很野蠻的 所以你說我 像我28歲 學做生意你知道嗎 我的媽媽怎麼告訴我 哎呀 原住民做生意 三個月就倒了啦 也不贊助我 也不說好話 因為以前老人家 怎麼可能會懂這個東西 我們那時候 我們小時候 民國70年 我的生活的狀況是這樣 我去上學 我們都講我們的母語 我們就帶狗牌 說請說國語 那個年代 然後看到同學有包子跟饅頭 就很羨慕 同學好羨慕你喔 有包子饅頭可以吃早餐這樣 那後來同學就疑問 就說那你們不吃早餐的嗎 對啊 我們貧窮人家吃不起早餐 我們都是吃龍蝦鮑魚 為什麼 龍蝦鮑魚不用錢 那個包子饅頭要錢 那很多那些鄰居就 就抓龍蝦給那個包子店 這個包子店全部都是龍蝦 很麻煩 要不然就是每天早上起來 哎呀 生水魚 這個吃膩了 吃膩了 有時候有三殘 三槍之類的 這是我們過去的故事 對啊 好 我們再看那個 那個 我不見了 這個大港口事件 那時候1874年 1877年 阿美洲人跟親國人打仗 親國人死了一萬多的親兵 打下去不是辦法 只好就跟 就用騙的 就騙那個頭目說 我們的皇帝說 可以給你那個過路費 只要讓我們把一些物資送到那個瑞穗那邊 我們 以後我們經過會給你們錢 因為那個阿美洲人 不要讓他們 從那個秀孤蘭西出河口進去 用水運的方式到那個水 那個水位 就是瑞穗 結果 結果後來就說 我們用我們繳稅給你們一些酒喝 結果頭目說 殺人也不是辦法 就接受和談好了 結果沒想到那個是鴻門宴 就把那些原住民的那些勇士 就屠殺在晉浦國小 如果有時間到東部 你們可以到晉浦國小 那操場中間就是屠殺的現場 有曾經發生說 這個你們看不到歷史 這個是最近田園調查出來的結果 所以很多東西像馬桃道事件 我們講的陳廣澳事件 你們也沒聽過 我們抗日事件 那時候的祖先說 我們不要日本人統治 因為我們一直拒絕外來的政權 就是不願意 因為我們是部落主體 就是不願意被人家統治 所以 來一個就殺一個 我們來一個就殺一個 結果 老人家就說 不要給他們統治 把他們趕走 第一時間 就有點像物色事件這樣 把日本人全部殺光了 然後跑的跑 然後他們就從台北 新竹 宜蘭 台中 派那個警察隊圍剿 他們有帶大炮 帶一些比較強大的 我們還在用弓箭一些 跟那個 那個點發的那個 那個槍 對跟他們 跟日本人對決 當然絕對 沒有辦法跟他們對決 後來 日本人用 用比較好的方式 就是說 就透過馬亨亨大頭目 去做調節 最後才 和平的落幕 不像那個 那個物色事件就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慘烈 比較慘烈 好啦可以讓我下課了 對網站就有了 你就要打大港口事件就有了 或者是你要看城廣澳事件 你就要打城廣澳事件就可以了 好啦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